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4比2击败瑞典的比赛中 至今已经有860天 比赛回顾第32分钟 特奥禁区外围远射形成折射 皮球稍稍偏出左立柱 第38分钟 帕瓦尔右路船中 格列兹曼跟进投锤攻门 偏出球门右侧 第50分钟 帕瓦尔在禁区前沿抢断后右脚轰门 皮球击中横梁下沿后反弹进往 法国队1比0领先 第69分钟 迪亚比进区右侧内切兜舍 被巴祖努扑出 第75分钟 拉比奥特远射被巴祖努扑出 第83分钟 约翰斯通进区左侧小角度打门 被曼尼昂扑出底线 第88分钟 接应队友的中圈附近的过顶长船 姆巴佩进区左侧凌空打门 离普踢飞 第89分钟 埃尔兰开出前场右侧脚球 孔德在小禁区中路投球解围 竟然往自家球门顶 曼尼昂单长把球拖出横梁 第90分钟 埃尔兰继续开小球 柯林斯近距离投球攻门直奔死角 曼尼昂做出了逆天神扑 再次力保大门不失 此后 双方却无法再次改写比分 最终法国队1比0击败埃尔兰 球员评分全场数据统计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